服务过后的摇头缘的人呢 他有很多的后遗症 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有心脏病 他心脏跳得很快 血压也很高 温度也很高 因为吃了过后呢 他全身发热了 他一直会流汗 不会去小便 结果产生以后呢 他的腰指的问题也不但降 很多人呢也会死掉 因为他的温度达到很高 而且水喝不够 有一些人就喝太多水 可能导致呢 他的血管爆裂 所以这一些呢 等等的东西呢 最主要最后带来的伤害呢 就是会有精神分裂症 如果一不给他吃的时候呢 他就会听到有声音跟他沟通 电视机我们也看到有打广告 有人服务了这些摇头缘的时候呢 就开了电视机来看 现在是煮菜时间 我们教练怎样煮柠檬鸡 首先拿刀砍鸡 他就拿刀来砍自己自杀 所以这些很危险 很多人都自杀 就是因为服务过摇头缘过后呢 他对自己有害怕性 服务摇头缘过后呢 他会很累 他会脚 他的肌肉每次抽筋 而且呢 他会害怕 很多疑心 很多幻想 这类等等的后遗症呢 最主要的有一个就是 破精神 就全身发抖 是没有药可以医的 如果吃过后呢 产生精神分裂症呢 那更糟糕 那就很惨了 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医 我们可以